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黄河边,今天是2021年的6月21号 今天我们来说一个山东资博新任的市委书记江顿涛 他可是网红书记,在整个的资博,广大的企业家,很多的市民都把江书记视为不一样的市委书记 大家也知道在一个城市里面,市委书记可是当地的第一号诸侯 每个人都顶礼膜拜,市委书记一句话,整个城市都会沸腾 因为现在中国的半途当中,凡是只要是书记,都是一言九鼎 不管是什么,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区委书记,街道理论的书记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就提出党政分开 就是要把这股势力给抛抛出去,结果现在是越来越严重 所以书记绝对是一号人选 那么这个一把手,有的做的好的还成 水平差的就真的是让人到胃口 不过这个江书记为什么一下子一炮走红 其实也就是说了几句人话 我觉得是,或者说是说了几句大白话 他最近呢,资博市委啊,开了一个企业家参加的一个会议 那么全市各路企业家啊,全来了 来了以后呢,江书记就做了一个报告 那么这个报告呢,看来是江书记是精心的准备 然后呢,这个话,这个讲话啊,七次啊,被掌声打断 这个是很难见得的啊,以前市委书记做报告 大家都东倒西弯,有的都要打瞌睡是吧 因为秘书写好了嘛,然后就照着读嘛 有的时候读读读读,错别字也就算了 有的时候说转下一页,也都读下去是吧 这个当然现在,因为像江书记这种有博士学位的啊 研究生学历的什么等等啊,这种 现在这种笑话就很难啊,发生了 不过还是会有啊,那么这个江书记呢 今年是,他是1969年啊,出生的今年是52岁 应该说呢,是老大不小 但是呢,他长得比较沧桑啊 看上去比较一看,你说他60多也像啊 不过他只有50刚出头 50刚出头啊 在一个市委里面做书记,做一个地级式的书记 这是不容易的啊 我们一会儿后面再讲 我们先说江书记都说了哪些话 为什么把企业家都感动得哭了呢 其实也没说什么 他说了,我给大家稍微复盘一下啊 江书记他究竟说了哪些感动的话 第一 企业家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掌声,掌声如雷 第二句叫 干部为企业服务是本分 企业不需要对此感恩戴德 第三句 各级干部要大胆为企业站台 又说 企业家 凭身份证和优秀企业家卡 在火车站乘车 当然是资博本地了啊 那个别的地方肯定不管用 在火车站乘车 走贵宾通道 有些企业家 老泪纵横啊 当然有青年企业家啊 那个也哭了 说是 还有呢 说企业家只要不触及 生态环保 安全生产 行贿 其他 企业家违纪违法 这四条红线 底线 企业家只要不违反 这四条 任何部门都不能找他们的麻烦 如果出现乱找麻烦的情况 请各位企业家向市委 市政府大胆举报 话音未落 有些人据说哭的 不行了呀 因为为什么 估计这个江书记啊 这一句话是讲到了他们的痛点 因为平时可能也没少受 各个大概冒 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部门啊 什么 那个管啊 恰呀 压了什么东西 以前我在我老家的时候 关一个卖香烟的店 我问问他 有多少部门管你啊 他想了一想 六七个部门的管他 是吧 所以这几句话 为什么让企业家感动成这个样子呢 其实啊 就说明了一点 就是资博士前一任市委书记 搞得不怎么 你把大家企业家都整惨了呀 为什么现在新来了一个书记 大家都这么感动呢 几句大白话 哪一句话都是他们应该做的 你看看啊 企业家就是我们的一世父母 虽然这句话讲的有一点动情 有点煽情 但是呢 多多少少就是 还是没有脱离 劳动人民是我们国家的主人嘛 人民群众啊 你们就是这个国家的主心股嘛 工人阶级就是领导一切嘛 啊 然后我们党 党的干部 主要是为人民服务 做人民的公补 没有离开这个大框架嘛 所以这说企业家 就是我们的一世父母 好像以前郭德刚说过 观众就是他们一世父母 所以这个企业家呢 就被书记的这句啊 其实就场面话啊 感动的不行啊 你看下面还有说 干部为企业服务是本质本分 企业不需要对此感恩戴德 当然了 你仆人为主人说几句 这个半点事儿 为什么要感恩戴德呢 我今天当然不是在评论啊 这位江书记说的这番话 而是说呢 江书记这个网红书记这番话 这么一说 麻烦了啊 为什么说麻烦呢 因为江书记其实啊 我们先来给他复复盘啊 江书记原来是青岛市劳山 区委书记 按照行政级别呢 青岛市是属于副厅级的一个城市啊 计划单列的 那么江书记呢 是属于政局级 享受副厅级待遇 是吧 他的级别是这样 那么 他是属于在青岛市为数不多的 属于破格提拔的领导干部 什么叫破格呢 因为江书记根据他 现在所在的那个职级 就是劳山区委书记 那么他要升到一个 一个一个地级市做市委书记 他当中还阅了不少啊 勾勾看看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你看 呃他是正正处级啊 正处级享受副厅级 然后你先要做什么 你先要做市长 就是地厅级的市长 那就差半级 你你做了地厅级的市长 那你就是正儿八经的 叫地厅级 然后你再去做市委书记 又是象征性升了半格 所以这一下跳了两格 跳了两格了 一下子跳了两格 可能还不止两格半 那你说多少人 眼珠都掉下来了 因为按照呃 这个江书记 原来做劳山区委书记 那个时候 那个年龄啊 将近五十 呃 你还想去做呃 那个地厅级的市委书记 几乎不太可能 但是呢 最近山东市呢 可能提拔一些呃 比较富有经验的呃 文凭也比较高的 这么一些啊 呃 青年干部吧 啊 但是也不了 也也也不大了 哎 那么所以呢 就给他 等于就是破格提拔 哎 我给大家 这个山东情况 我们还熟悉一点 就说青岛啊 这个就是出任威凯市委 啊 同样也是青岛的 就是出任威凯市委书记的王汝民 那是做了八年的政厅级的青岛市委常委 才混到书记这个岗位的呀 是不是 那那那那你 你你你做了几年呢 啊 一下子都提拔了 是吧 呃 那个还有 呃 那个山东 山东青岛市北区啊 有个区委书记叫郑德燕 他也是先到林仪啊 过渡了半年 才升任了郑厅级啊 呃 现在已经去那个济南啊 呃 济南济南市府担任常务副市长啊 那么这个江书记呢 这个是破格 所以破格的人呢 多少啊 同样级别的人呢 眼珠都快掉下来了 所以大家都盯着你 结果江书记呢 呃 大凡网红书记 都是短命的 不出几年就下去了 多少举报信呢 你想想 你做区委书记啊 以前可能还做一些其他的一些行政工作 中国官场上 石棺 酒摊吧 多多少少都有关系户吧 多多少少都有啊 那些哎 思想瘦瘦的东西啊 你江书记难道 难道能够 能够那么啊 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免掉 哈哈哈哈 你你你 你是你是个超人吗 你真的是一个特殊材料做成的吗 如果你没有这个那个的能做到这个区委书记吗 所以这些事情呢 就一旦你做了网红之后就会放大 大家可能也知道 呃 前几年有一个网红网红书记 那他的级别比江书记厉害 他是云南省委 云南省的副省长 呃 那个云南啊 昆明市委书记 谁啊 求和呀 求和 是江苏出来的干部啊 带了一个秘书 然后到了云南 是吧 大刀阔斧啊 盖阁呀 拆这个 拆那个 一时间的好评如潮 你们到今天 云南 昆明去问问 一说到求和书记 大拇指数的多呀 是吧 脱口水的少啊 结果最后 最后被人家举报信 一弄嘛 进去了呀 十四年半 是吧 现在还在牢里呢 对吧 他的秘书 呃 名字我忘了 一直跟着他的 后来也进去了呀 所以 所以这个 江顿涛呢 呃 他可能觉得呢 他可以大战身手 但是呢 我觉得官运呢 是到头 今年也五十出头了 再干几年 再干四五年 不可能再会 再什么破格提拔了 是吧 再破格提拔 你能够达到副省级的话 呃 这个仕途又又不一样了 如果破格的话 一下子做了审长 哎呦呦呦 那不得了了 那那那那那是 我跟你讲 呃 这一下子可以 中央中央有希望了 但是 这种好事 怎么会摊到 集中摊到一个人身上 啊 一个网红书记 后面九个书记 在后面给你扯扯 扯后腿啊 呃 所以我觉得 现在江书记选了啊 真选了 根据 我们在中国生活的经验 你这样弄下去 就不行 你看 网红书记经常做一些 说一些大而无当的话 尽管话没错 但是呢 你把前面的书记 含散得够呛 这个就是犯官场之大忌 再有呢 江书记喜欢 搞一些噱头 嗯 比如说 呃 这次企业家开会 呃 大家 不是最后要派合影吗 大家都派啊 那江书记说 呃 不不不不 不要 企业家都坐前面啊 我们书记站后面 我们领导干部都 书记一声令一下 其他那些什么 市委秘书长 市委副秘书长 市长 副市长啊 哎 全部乖乖 全部在站后面去了 这有啥意思呢 这个 哎呀 也也就是场面热闹啊 呃 我觉得啊 那些企业家呢 你们对江书记讲的话 也别太当真 呃 其中有一些呢 我觉得也是不靠谱的 什么企业家 优秀企业家正就能够走贵宾通道 你有有有有有价值吗 有意义吗 是不是 所以呢 我就是觉得吧 呃 那个领导干部说的一些应景的话 切莫当真 我记得1979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呢 啊 啊 中学还都没有没有毕业 不过我已经关心实施政治 79年的时候 中共开了一次叫呃 中国文联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叫四就中国文联啊 第四次会议啊 在这个会议当中啊 呃 那个当当时不是因为粉碎的四人帮呃 没多久 再加上呢 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刚举行 那么邓小平呢 刚刚确立的位置 不要帮正风投正见 呃 这些人呢 周扬啊 什么等等 一个一个苦大仇生的 终于呢 见了天日 那个借文带会不得了啊 呃 邓小平跟这个叫胡耀邦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呀 呃 那个鼓励大家说真话 写出啊 这个好的作品 一下子说文艺的春天来了 来个啥呀 来个啥啊 当时也是很多人都热泪盈眶的是吧 当然文带会的事呢 也不能和呃 我们现在山东这个社相提并论 不过呢 性质都差不多 领导也就讲讲啊 派派长可以 你真把他当回事 不行了 你看后来胡耀邦不被邓小平一脚里给踹走了吗 那么这个江书记能够在马上能够弄多久呢 我想他在省委里面有没有人呢 哪天什么省委副书记啊 副省长啊 什么谁谁谁啊 如果要把你啊挪个位置 那还不是分分钟的事情啊 中国现在当下的啊 这种选拔干部的这个机制 决定了网红书记 不可能偿命啊 甚至可以说是短命 搞不定过两年江书记进去了 跟求和一样啊 跟求和啊 做邻居去啊 这个是当然 呃 这是我的猜测 不信吗 我们大家走着看